娱乐圈的瓜真是多得数不清 这不一瓜未平 多瓜又起 张婉毅疑似侵权 张婉毅 任敏锦绣安宁最近热度虽输给侯明号 陈都林的古装新剧《大梦归零》 但人气讨论度仍持续热烧 近来锦绣安宁幕后花絮影片曝光 张婉毅这要拍亲任敏的戏 只见两人害羞到不行 原来这场是张婉毅严国偶剧第一场吻戏 网友大赞他害羞的样子很可爱 此外 锦绣安宁戏服上的字体 却被网友眼间发现恐是侵权 意外引发争议 这两年张婉毅可说是走大运 先是从长相思爆红 演技口条深获认可 接着今年联播柳州记 锦绣安宁两部剧 热播都持续霸榜 不但持续夺冠 即使名次下降也从未跌出三名之外 证明他有一定的人气抗拒力 最近锦绣安宁释出两人吻戏幕后花絮 张婉毅 任敏看起来都有点不知所措 尤其张婉毅更是害羞到不行 他认为该怎么亲是有讲究的 还征求现场女性的意见 没想到导演要他就先来一下 张婉毅立刻瞪大眼睛 惊讶地说 直接就亲上了 还是先拉一下手吧 接着 导演想起他是第一次拍古偶剧的吻戏 笑说我都忘记你是第一次拍 也是有点不好意思 后来张婉毅终于做好心理准备 说道 我觉得可以亲了 导演一喊开拍 他便向任敏深情一吻 瞬间浪漫满点 这段花絮也获得观众大赞 认为张婉毅非常绅士 对戏很尊重女性 此外 张婉毅 任敏合体上陆宗 你好 星期六预告曝光 张婉毅公主抱任敏的画面也超甜 一扫两人不合传闻 张婉毅拍吻戏害羞的样子引发网友热议 直呼他太可爱 这才发现原来锦绣安宁是张婉毅第一次在鼓我拍吻戏 之前播出的柳州记与王楚然也有吻戏 却是在锦绣安宁之后拍的 不过锦绣安宁却闹出亲全遗云 最近网友眼间发现 剧中的球符上面写的球字已是微软的哑黑字体 据悉微软哑黑只允许出现在Windows系统里面 若在其他地方出现是要付费的 让观众直呼剧组太不认真 竟让这种事情发生 成磊被朝颜值降级 侯明浩 陈都灵主演的新剧《大梦归里》开播后热度狂飙 目前在爱奇艺战内热度已经破8000 该剧改编自《山海经》 因此剧中不断会有新的妖兽角色登场 而《大梦归里》与云之宇都是由郭敬明指导操刀 因此成磊凭云之宇爆红后 也被找去客串《大梦归里》 饰演大妖陈黄 成磊如今在网友心目中已是最具俗感 只性张力的响声之一 但《大梦归里》最新一集预告中 由成磊饰演的大妖陈黄登场 他一身白衣 留着开金色长发 脸上画着长睫毛 粉卧残 裸唇装的腰杆妆容 与云之宇里的冷酷形象截然不同 因此被看过云之宇的网友吐槽被装造拖后腿 导致颜值降级 没有展现成磊的英气 角色性张力不如攻上脚 魅力大打折扣 不过 有《追大梦归离》的网友认为 成磊饰演的成黄原形本就是形态尽似狐狸的异兽 装造有腰杆很合理 大赞成磊有成功把俊美形象撑起来 且仅是在预告中 成磊与成硝讲话时语气并交 充满上位者的压迫感 当他被承销识破真实身份时 先是震惊 接着嘴角似笑非笑的微表情都处理得很细腻 完全与人之宇公上脚气质不同 气场却依旧强大 演技出彩 反倒让剧迷更加期待成磊今晚在正片登场的戏份 赵丽颖票房注水 赵丽颖今年大丰收 以风吹半下拿下两座时候 今年新片第20条拿下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后 昨天又宣布入围中国金棘奖最佳女配 只差白玉兰奖和华表奖 赵丽颖就实现中国电视 电影三大奖大满贯 不过 他与繁花新直垒主演的乔妍的新式上映三天 中国票房冲破人民币7685万 约台币3.4亿 却爆出疑似票房灌水一云 引发争议 今年赵丽颖可说是中国各大主流奖项拿奖拿到手软 他以第20条拿下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后 再一次平片中角色郝秀平提名中国金棘奖最佳女配 若再加上风吹半下 拿下中国飞天奖 金银奖两大事后 今年赵丽颖就完成电视电影四提名三获奖的成就 若是这次他成功拿下金棘奖 赵丽颖便成功集齐2024年中国四大权威奖项 也就是说 他只差白玉兰奖和华表奖 就实现中国电视电影三大奖大满贯 多数网友认为赵丽颖当之无愧 当初第20条预告片公开 他仅以12秒哭戏就成功逼哭观众 加上他近年演技大跃进 从阶系类型都看得出他想转型的积极野心 也真的成功从录剧《流量女王》翻身成演技派 不过 他与新直累主演的新片《乔妍的心事》 却爆出票房灌水争议 乔妍的心事26日在中国一上映 当天票房立刻冲破人民币4500万 约台币2亿268万 上映三天票房更冲破人民币7685万 约台币3.4亿 但眼间网友发现 乔妍的心事票房成长数据异常 竟然在凌晨一路飙升 凌晨1点成长4.9% 凌晨2点成长11.5% 凌晨3点成长13.2% 凌晨4点成长33.6% 凌晨5点更是突破65.8% 从半夜涨到天亮 不少人认为谁在半夜看电影 强烈质疑票房灌水 不过有粉丝出面解释 表示乔妍的心事会在半夜票房飙涨 是因为粉丝和电影院合作 包下凌晨场次为自家偶像的电影冲票房 但此事也引发两方争议 有人认为这就是演员的扛票房实力 就是有人愿意为偶像包场买单 但也有人认为粉丝包场并没有真人进戏院看电影 尤其在半夜包场就是无人的幽灵场次 如此一来粉丝包场是不是也称得上一种票房灌水 张灵鹤戏外靠他肩膀休息 暧昧破表 日前照金脉 张灵鹤在樱桃琥珀的最新铜框路透照曝光 两人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深情对视 张灵鹤手上拉着行李箱 照金脉却没有 两人嘴里都挂着淡淡笑意 网友推测英式重逢的场面 加上25公分的身高差 CP赶爆棚 且两人不止剧中热恋甜蜜 私下在片场对台词时更是有说有笑 张灵鹤甚至直接倒在照金脉的肩膀上休息 能看出两人交情非凡 暧昧破表 不过樱桃琥珀自开拍以来 由于剧情设定是中国90年代的缘故 男女主角身份是学生 服装 发型都偏复古 张灵鹤还算重规重绝 但赵金脉已经因多次身穿颜色鲜艳的服装 被吐槽造型吐气翻车 像是他与张灵鹤对视的最新画面 赵金脉身穿一袭大红色长板外套 内搭白衬衫配七分牛仔裤 脚踩白靴的造型 再度让网友看啥 但赵金脉不止在樱桃琥珀里的造型为人诟病 他去年成为Prada集团旗下时尚品牌MiuMiu的品牌大使 无论帮品牌拍摄广告 海报或出席活动 已经多次被吐槽 撑不起造型 毫无时尚感 完全不符合品牌前卫个性风的调性 日前他前往巴黎时装周 参加MiuMiu大秀弟的机场私服穿搭 也突然被挖出 引发热议 原因是他身穿条纹T恤下搭牛仔裤 外搭一件要价33579人民币 约新台币15万的MiuMiu米白色灵格扑棉外套 脚上的红色球鞋也来自MiuMiu 赵金麦戴着棒球帽 眼镜镜片超厚 甚至连口罩都没戴好 模样邋遢 连休闲打扮都出包 被网友吐槽 某一看很像老奶奶 完全没为品牌起到加分作用 再回看樱桃琥珀造型 如今网友不禁怀疑 赵金麦在樱桃琥珀不是造型翻车 更可能是赵金麦自己撑不起服装 才会引来负贫连连